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可以有效吸引就是三餐外食的这些外餐族群 那期望业绩能提高到一到两成 明镜业者同样布局早餐市场在一起期间开外带专门店 维持业绩来开了40家加盟店 今年更喊话要凭上柜 成为台湾本土企业第一个早餐店上柜企业 减少了店员点餐的时间 除此之外呢也减少了大家坐在里面的这个人数跟座位数 所以对于店家来讲 第一个他的店面成本租金成本相对来讲比较小 人事成本相对比较小 而且更重要的是拿了就走拿了就走 可以增加他的轮转率 迎接后疫情时代早餐业者全部动起来 不管是眼里配套还是开心电行 要把第一季少赚的全都补回来 三选彰化圈方向太不倒